医疗保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长寿 要达到这个目的 必须考虑圆对身体的影响 圆有两种 可帮助身体解除症状的各种因素 称为医疗保健之源 反之会伤害身体 导致症状的各种因素 则称为伤身致病之源 圆的作用并无绝对性 如果使用不当 本来是医疗保健之源 也会变成伤身致病之源 比如按推与运动 虽可使组织器官运作顺畅 但过度了 反而会造成体伤 又如外内热源 虽可改善热能不足 但过度了 反而会消耗热能 故任何医疗保健之源 皆需适度 一级必须在身体 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才能解除症状 延长寿命 否则 再好的医疗保健措施 如超出身体负荷 也会变成伤身致病之源 而适得其反 这个看得懂吗 看得懂 举手我看一下 好 那我们就不解释 继续 一 伤身致病之源 伤身致病之源 如错误观念 缺乏运动 压力 生气 熬夜 劳累 外感风寒 中暑 药食过量 或过冷 或不节便智 手术不当 外伤 烫伤 环境污染 化学毒液 毒气 如化学废气 煤气 沼气 天然气等 毒物 如毒蛇 毒蜘蛛 虎头蜂 蜈蜈蜂 毒蜇 毒门等 各类毒虫 及有毒植物 及各类细菌 病毒等等 上述伤身致病之各种源 或可直接造成体伤 或会使热能更加不足影响体伤 进而产生症状 顾需尽量避免 若已造成伤害 则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 必须按推与热源坚固 其中较危急者如烫伤 食物中毒 化学毒液 毒气 毒物 及少数特殊细菌 病毒等所伤 则会立即造成体伤而产生症状 此时身体为修复体伤 热能会瞬间大量消耗 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处理此类急症 应善用医疗保健支援 一级以保命为主 加强外内热源 改善热能不足 以解症为俯 适度按推原始痛点 改善他处体伤 为此两者 皆应以患者能承受为宜 如果热源太多太热 或按推太重太久 反而会造成伤害 不可不慎 二 医疗保健支援 医疗保健支援 如正确按推原始点 善用热源 适当运动 与休息 正确观念 良好心态等 诸善源 都必须在生活中一一落实 如此才能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解除症状 延长寿命的目的 三 注意事项 虚弱者 疏洗 应避免使用冷水 可用姜粉刷牙 温姜汤漱口 二 上肢痛 应避免握拳出力 下肢痛 应避免久坐 腰背痛 应避免弯腰持重 关节痛 应避免转向痛侧 有部队 幸福 死亡 二 我 应避免